亲人患癌,家属不愿说实话,专家,这或许是好心办坏事。 在一个充满温馨和欢笑的家庭聚会中,张先生突然接到了电话,脸色骤变。 这通电话如同晴天霹雳打破了家庭的宁静,他的妻子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 面对这样的消息,张先生和家人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否将这一审重的真相告诉他们深爱的妻子和母亲, 出于对他的爱和保护,他们决定暂时隐瞒病情, 希望以此避免给他带来精神上的打击。 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出于好意,是为了保护他免受痛苦。 然而,随助时间的推移,隐瞒的重担和复杂的情感让整个家庭的氛围越发审重。 当真相最终浮出水面时,不仅治疗进展受到了影响, 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也遭受了严重的考验。 家属隐瞒病情的背后出发点与误区。 当亲人面临癌症这一生命挑战时, 家属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保护, 但在这种保护的背后, 却隐藏着深层的误区和潜在的负面后果。 防护盾或隐形的墙。 许多家属认为,通过不透露真实病情, 可以为患者构建一个精神上的防护盾, 避免他们遭受来自病痛的精神压力。 这种想法源于对患者脆弱心理的过度保护, 家属担心真相会让患者失去战斗的勇气陷入绝望。 然而,这种做法实际上可能建立起一个隐形的墙, 阻隔了患者与家属之间的真诚沟通, 导致信任的缺失, 治疗的双刃剑。 家属还常常担心, 一旦患者知晓真相, 可能会放弃治疗或拒绝接受某些可能带来副作用的治疗方法。 这种担忧虽出自好意, 但实际上却剥夺了患者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做出医疗选择的权利。 每位患者都应有机会根据完整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决定, 无论是接受治疗还是选择其他方式应对疾病。 心理支撑的误区, 家属往往错误地认为, 保持患者的乐观心态是战胜病魔的关键, 因此他们选择隐藏事实, 希望以此维持患者的积极情绪。 然而, 真正的心理支撑来自于面对现实的勇气和与家人共同应对挑战的决心。 当患者发现真相时, 感受到的不仅是疾病的重击, 还有被亲人欺瞒的背叛感。 在处理亲人的癌症诊断时, 家属需要重新考虑他们的出发点和方法, 真诚的沟通, 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以及提供实际的情感和心理支持, 才是真正的保护和帮助。 专家观点善意的隐瞒, 误导的后果, 信任危机家庭的无声裂痕。 当家属选择不向患者透露真实病情时, 他们可能认为这是保护患者免受心理打击的最佳方式。 然而, 这种行为往往会导致更深层次的问题, 信任危机。 一旦患者发现真相, 不仅会对家庭成员的诚信产生怀疑, 也可能对医疗团队的建议产生不信任。 这种信任的缺失会影响患者遵循治疗计划的意愿, 进而影响治疗效果。 自主权剥夺患者的知情权, 每个人都有权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并基于这些信息做出决策, 隐瞒病情实际上剥夺了患者的自主权。 这不仅违背了医疗伦理言则, 也剥夺了患者面对疾病参与治疗决策的权利。 患者应有机会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 以便能够参与到治疗计划的制定中。 这对于提高治疗的接受度和有效性至关重要。 心理层面的副作用, 隐瞒真相可能会引发患者一系列负面心理反应。 从最初的震惊和否认, 到愤怒和抑郁最终可能导致与家人的疏远。 这种情绪上的过山车, 不仅加剧了患者的心理负担, 也可能影响其生理健康。 开放和诚实的沟通有助于患者建立应对疾病的积极态度, 而这种态度是战胜疾病的重要因素。 综合分析以真相为基础的支持体系, 面对癌症这样的重大疾病。 家属和患者需要建立一个基于信任和开放性的支持体系, 这意味着家属需要与患者进行坦诚的沟通, 共同面对治疗过程中的挑战。 通过提供事实的信息和支持, 家属可以帮助患者保持积极的心态, 增强对治疗的信心和依从性。 建议和应对策略, 如何开启困难对话与患者沟通病情的艺术。 沟通病情时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至关重要, 应在私密、安静的环境中进行, 确保患者感到安全和被尊重。 开始对话前, 可以询问患者是否愿意在此时了解更多信息, 使用简洁, 易于理解的语言, 避免医学术语, 确保信息传达清晰。 家属的力量成为患者坚实的后盾。 家属应积极参与患者的治疗过程。 了解疾病信息和治疗选项, 帮助患者做出知情决定。 共同参加医疗咨询, 记录重要信息, 协助患者提出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 提供实际帮助, 如陪同就医, 处理家务, 减轻患者负担。 心理支柱为患者和家属建立支持网络, 鼓励患者和家属寻求专业心理咨询, 以应对疾病带来的情绪挑战, 参与癌症支持小组, 与经历相似挑战的人交流, 可以提供宝贵的情感支持和实用建议, 利用可信赖的在线资源, 如癌症协会网站, 获取有用信息和支持, 健康生活, 鼓励积极的生活方式改变, 与患者共同制定健康生活计划, 包括均衡饮食, 适量运动和充足休息。 饮食上, 推荐富含果蔬和全穀物的饮食, 减少加工食品和红肉摄入。 运动计划应根据患者体能制定, 可从轻微活动开始逐步增加。 知识是力量提供可靠的疾病信息资源, 向患者和家属提供经过验证的疾病和治疗信息资源, 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疾病状态和治疗选项, 推荐官方医疗机构, 专业癌症研究中心的网站和出版物, 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